趕快来请教一下旅日的作家 我们台湾旅日的作家 蔡清玉小姐 请这个蔡小姐告诉我们 现在日本的状况到底如何 我们刚刚有读到一些讯息 包括有这个新冠的难民潮 以及包括看到有很多未成年的怀孕潮 甚至有些人已经没有工作了 还爆出自杀潮 有这么严重吗 千姊好 游志哥你好 我不晓得有没有很严重 但是我可以再告诉大家的 当今天安倍他宣布 这个紧急事态宣言的时候 我想企业在哀嚎 在家里的所有的妈妈都在哀嚎 因为所有的孩子都在学校里面 都没有办法去学校 都在家里里面 所以我想妈妈要面对的 在经济这个大环境之前 要面对在家里里面 可能就会有个危机 可能妈妈大家都快要破产 都快要倒电了 你说大部分的不管是自己做生意 或者是薪水的上班族都有困难 经济上的困难 是 好 那我们知道因为日本人 是 抱歉 因为我知道日本人很重视养生 那在这一波疫情里头 好像有听说有所谓的防疫菜单 还在民间广为流传 你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 什么是防疫菜单吗 防疫菜单我想在日本里面 它除了注重饮食之外 就是均衡的作息 早上要准时起床吃饭 这个都是在所养生的范围里面 但是我不晓得 其实看到的地方是什么 但是学校告诉我们在孩子在家里面 比如说他们味噌汤 这个是日本非常喜欢常吃的 那味噌里面它可能就会有 它是食物跟纳豆 那它可以帮助我们身体提高免疫力 病毒在没有任何的药物情况之下 提高免疫力 就是现在大家日本人在养生的最大的一个重点 是 现在因为学校都放假 那您刚刚也提到很多家里的学生 都没有办法去上课都在家里 我们知道日本是一个高度竞争的社会 学生没有办法去上课 那个压力有很大 一定很大 他们怎么样转移或是怎么样疏解 对 我想因为在家里面压力最大的大概就是 我看就是所有的全国的妈妈们 因为很担心这个疫情 但是又担心孩子在功课会不会跟不上 不过还好的就是不信中的大兴 是这十年来整个日本 他的一个教育的情况都是提倡自主学习 也就是说像我的孩子 他们从来都没有所谓的功课 你现在要做什么功课 他全部都是你自己 这个礼拜我要念什么样的书 这个礼拜我要写什么样的作业 所以等于说不用去学校 对他们来说不会有太大的改变 就是不管怎么样 功课就是一直以来都是自主学习的 那并没有公立的学校并没有所谓的online 要online的上课并没有 所以基本上就是要靠孩子们自主学习 但是我想学校现在最强调的不只是功课 而是希望说孩子在饮食方面能够均衡 然后能够去运动 虽然不能够出去公园大跑大跳 但是在家里面可以做做体操 然后保持心情愉快 这就是提高免疫力最好的方法 所以有很多的压力 其实都落在妈妈的身上 是的 清雨我想先请问 社会气氛 因为我知道 我有很多日本朋友 日本人是又压抑又自律的民族 那遇到现在这种 包括难民潮 包括怀孕到整个社会气氛都在改变 那当他自己不好的时候 他又不敢展现给人家看 日本的习惯是这样 整个社会气氛很拘谨 对 你有沒有感觉到是压力过还是 因为第一次我会觉得 日本这一次会这么严重的 是来自于他们的价值观 本来他们就是非常的谨慎 就一直在想一直在想 那病毒跟地震不一样 他的一传染是不能够让你 这边想很多 想很完整的 那很 一个很特别的情况是 我们会看到说还有年轻的孩子 竟然还在外面 游荡什么的 但是后来他们知道说 这个不是高龄者 就是不是阿公阿嬷才会 二三十岁的人 他们也会得病的时候 整个社会情况就 缓和下来了 那我自己 其实我自己真的住在日本里面 我必须要说的是 我每天看新闻 真的都是非常可怕的数字 但是实际上 当我到附近的超市去买东西的时候 因为还是得要出去买 我并没有觉得大家是太紧张的 那我觉得我可以做得到的是 我会特别亲切 虽然没有办法戴口罩 但是我会对店员微笑 然后对旁边的人特别亲切 我觉得整个社会的气氛的环境 还是好的 但是里面刚刚我们提到 我看到卫生年怀孕 我也觉得好可怕 在关起门里面来 我想很多的是在挑战 他们日本一直要的价值观 那这个方面可能是在病毒之后 我们需要去care 需要去想要对策的 好 非常谢谢蔡清玉小姐 接受我们的防卫 希望你在这一波疫情中保持平安 谢谢你 再见 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 替胎症进化的节目现场 有人说在病毒面前众生平等 没有富贵 贫穷之分 可是大错特错 有喔 你如果是有钱人 你要防疫 你要隔离 你可以得到比较好的待遇 可是如果你是穷人 恐怕什么事情都万万不能 我们先来看看法国的巴黎 这个地方大家都觉得说 这个是进步的国家 或者是巴黎 应该都是有钱人住的 可是好像不是这么一回事 我们来看这一段影片 它其实是一家五口挤在这种 3.3坪的小房子里 怎么回事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段画面 有一个小房子里的房子里面 我们走一会更多的屏幕 所以电视频 一会更多的电视频 一会更多的平常 在这些温暖的温暖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 有20时 有点运动 到区别人的区别人 看来 我看来 我看来 鱼道尔 你現在看到的是在法國 巴黎 首都 一個非常小的單位 3.3坪的用人房裡面 住的一家五口 爸爸 媽媽 三個非常幼小的小孩住在這裡 而且小朋友住哪裡 剛才這個友誌問我 其實他們是像是坐 疊床架屋一樣住在高樓 爸爸 對 爸爸就抱他們 有點自己用木頭 那樓中樓呢 對 還不錯 聽起來還不錯 就盯出來一個小小的那種床 就是上下鋪那種床 那你剛剛聽到這個爸爸 他爸爸是做什麼的 為什麼一家五口 會擠在這麼小的地方 怎麼會沒有謀生能力呢 其實這個爸爸 他是一個劇場的舞台設計師 就是比較是藍領階層的 那法國人比較浪漫 那他以前是一個人 他一個人住在3.3坪 其實勉強 在巴黎你還租一個3.3坪 這麼大的屋子 其實是OK的 可是後來他遇到了他的愛人 就是他現在的太太 那不小心就懷了第一胎 生下來 又懷了第二胎 生下來 又懷了第三胎又生下來 所以就造成你現在看到 一家五口擠在這麼瓜居 這麼小的地方這樣的情形 不過他們很樂觀 你也可以聽到 剛才訪問到一半 因為是電話訪問這個騙子 這個是一個法國記者 他們採訪他到一半 他說等一下 現在是晚上的八點鐘 我們這個時間點 因為他們都隔離 都不能出去 這個時間點 大家全部的人都要為 防疫的醫護人員加油 所以他就說記者 他就把這個手機鏡頭這樣 視訊轉到這個陽台 他們還有一個小陽台 大家就開始為這個醫護人員加油 小朋友說我們一定會戰勝病毒 其實是很可愛的 確實 可是法國這樣子的一個狀況 讓我非常意外 我想像大家法國人 應該每個都是抽著雪茄 在香榭麗社大道喝咖啡 喝紅酒 對啊 點一杯200塊美金的紅酒 應該是這樣吧 你真的是大錯特錯了 我畢竟有國際觀 沒有 開玩笑的 你知道法國的巴黎 能夠住在那裡的人很少 當然如果你是很有錢的人 你就可以住一個很大的地方 可是如果你是去念書的窮學生 或是一般外地人 他們都住像這樣子 這個地方過去 古時候叫做用人房 看起來是不是不錯 一個人住是可以 而且像差不多三坪大小 三坪左右這樣的房間 一個人住OK 一個月的租金其實不便宜 如果你去那邊念書窮學生 你租到這樣已經算不錯了 所以這一次 這個法國疫情的隔離期間 因為他們要封城 一聽到要封城 有100萬的在巴黎居住的人 全部逃出城 100萬佔比多少 這個我要查一下 好像五分之一的樣子 大概五分之一 左右可能還要查一下 這100萬人逃出巴黎 是什麼意思 他沒有辦法在巴黎住下去了 叫你每天一個月 待在這樣一個小房子裡面 一整整一個月 你沒有辦法 除非像剛剛那位那麼樂觀 對 像他們一家五口 還可以擠在那裡 我覺得真的非常辛苦 所以在病毒前面 並非眾生平等 好 我們先休息一下 廣告之後馬上回來 歡迎你回到 替台真心話的節目現場 上一個禮拜 嘉義地方法院的一個判決 引起了社會很大的爭議 今天他重新跟踩了 今天最新的結果 本來是他50萬交保 因為交不出來 所以他再重新跟踩一次 大概這次要100萬 他還是沒辦法 所以20小時內 應該還要繼續還押 他應該還押南高 所以現在目前的狀況是 他就要等 因為每次的積壓 大概是以兩個月來計算 也就是說兩個月過後 他還是如果同樣的狀況 就是不斷的延壓下去 對 因為他沒有辦法交保 可是法律就是規定說 他現在我雖然判你無罪 可是他必須處於交保 就告訴我說 我交了這個保證 我可以讓你可以Hold得住我 可是他沒辦法保證